我和文字就是在合約安論壇時有共識的機會 我的了解 我親身的了解 覺得他是一個真有想法的人 其實我和文字在討論合約安論壇時 也有討論到核電的議題 也有改種一台車 在台北街頭四街市 和人民在街頭想說 到底台北選事就是要選什麼 不僅是說我們在核電的逃命圈裡面 這樣而已而已 台北是一個國務省的社區 是一個鄉約鄉的社區 是一個人民生活的社區 有幾百萬人在這裡生活 用電是非常的鄉 所以我們可以想辦法 包括用建築、能源證書 從中間的方法 把渡市的能源的使用降下來 這就是這個環境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來做這個環境的事情 用新的能源 用新的能源的管理方式 讓我們的新的方式、生活方式 我們就沒什麼讓人電視 我們在核電論壇 其實有談到藍帶跟綠帶的整合 其實台北市真的是空間非常稀少 可以用的土地已經非常稀少 那除了都庚必須要好好的跟人民來討論 怎麼樣改進人民的生活品質 其實很大的火旗就是在公有土地 那最大的火旗是松山機場 你把它翻過來、翻這個立地 裡面就很好了 但是其他還有很多 包括華光、包括空中、包括台鐵的台北機場 這麼多一項一項的公有土地 其實都是台北新的企劃等的過程 現在政府都想要把翻這個最項目的使用 都要蓋大樓 但是我們和文字體 和議員論壇 像我們在討論說 要怎麼把這個地方一項一項 並做是人民生活的地方 我相信文字可以在做立委的時候 他就管藝和社區和環保團隊來討論 三次的未來 我想他要去市政府做市長 他已經準備好了 我相信大家可以來支持